潮汕文化特别有意思 既开放包容又传统守旧 它们可以用威士忌搭配中餐 也可以将功夫茶保存上千年 我是戴家伟 是苏格兰百富威士忌品牌大使 但我这次来潮州 是寻访功夫茶的 师弟啊 你专心泡茶 专心滚杯 你的神就出来 没有其他什么秘诀 百老说 潮州功夫茶 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然后又极致化 让茶在日常生活中 落地 生根 生生不息 这边的家伦们在他们的工作之余 他们都会平饮一下这个功夫茶 他会把这种平心静气的状态 带到他的作品当中 茶是自然的植物 是与环境互动而成的生命体 风 土 水 阳光 湿度 海拔 甚至苔藓 都会影响茶的风味 这每个山头的微环境 我们称之为山运 凤凰丹丛的传统工艺 有十二道工序 其中浪青是很关键的一个步骤 将近二十四小时的流程 一个茶笼单独完成 中途还不能换人 因为只有他才能判断 那个最佳的树村点 这些茶笼因为常年用手翻轻 长时间的高温烘烤 导致手部变形 匠心的结果很美好 但过程真的很艰辛 威士忌在原料大麦 铺地发芽阶段 也需要匠人不间断地翻动大麦 老做的人们都患有 严重的肩部肌肉劳损 坚持 胜过任何的技巧 百富威士忌传奇酿酒大师 大威斯·图尔特 在长达58年的职业生涯中 只做了一件事 那就是 找到那一滴 最入魂的味道 坚持之外 还要有谦逊之道 泡茶需要一颗无造作 顺自然之心 让人饮得舒服 这就是作为饮品的存在之道 好茶 好酒 他们的互为补充 组成了 这有滋味的一生 这有滋味的一生 感谢您的灵魂 这就是我来说